那這個緣分也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當然會把這個角色 把它扮演好 像說要把十大捷出青年選拔 評審主委的角色扮演好 現任府秘書長林佳龍 可能也得開始熟悉 外交部長的角色 因為據了解林佳龍 已經點頭答應賴清德約巡 出任外長一職 這方面我有跟賴副總統 推薦一些人選 十一號上午面對媒體詢問 只強調自己沒有脫隊 卻沒正面回應 願不願意接 但就在下午賴清德三度約見林佳龍 希望外交國安團隊 能維持穩定為優先 兩人就在府內深談 如何和國安團隊配合 以及未來外交重點任務 相信一小時後 林佳龍以大局為重 點頭接手 給新政府時間 那應該會陸續來公布 那個名單陸續曝光 傳出現任海籍會副董事長 邱垂鎮 將出任陸委會主委 他形象溫和 保留於對岸對話空間 象徵新政府才和平務實路線 教育部長則延覽中山大學校長 甄英要出任 法務部長內定是台北地檢書 檢察長鄭明謙 工程會主委則是由前宜蘭代理縣長陳金德來擔綱 秋垂鎮如果渴望來出任陸委會的主委 那當然也彰顯了我們以理性的對話 和平的基調 彼此尊重這樣的前提下來處理未來的對中政策 第二波人士 竹榮泰在十二號對外公布 根據了解林佳龍還不在這波公布名單內 賴清德執政求穩也不乏新面孔 三層陳運傑學生台北採訪報導